這個先放這裡 身穿藍色上一男子 彎下腰翻開雜草 把大型的電器翻出來 面對警方詢問 置之烏烏 眼前這些東西 全都是他偷來的髒物 從頭音響 甚至是電冰箱 這樣丟棄在 每人經過的草叢旁 前犯還用一堆雜草 蓋在上面 就是為了當掩護 事發在7月7堵東新街 一處私人的宮廟報案 鐵門外的螺絲被人鬆脫 廟裡的冰箱和音響 還有一款電線通通不翼而飛 警方調閱監視器 鎖定一名行機可疑的詹姓男子 他故意騎的張車行竊 意圖躲避茶器相當狡猾 經擴大調閱監視器 及茶坊附近住戶 終於鎖定一名詹姓竊賢 經警方出示相關證據 嫌犯時坦承犯案 並帶同警方取章 警方發現竊賢將章物 藏於失竊地點 隱密處 等風頭過後取章轉賣 所信警方契而不捨 才未讓竊賢得逞 全萬依竊到罪嫌移送法犯 江章物藏在草叢中 避避風頭 以為神不知鬼不覺 卻沒想到先被警察發現 依竊到罪嫌移送法犯 記者黃少民基隆報導 應該沒有了喔